来自美国新韩布什尔州的联邦参议员凯利·艾约特 是国会参议院商务科学及运输委员会的共和党人 艾约特参议员日前在一场讨论妇女参与证的会议之后 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 她一方面强调美中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也呼吁中国尊重人权与自由等普世价值 艾约特参议员还就美中贸易发表观点 她说 我希望看到美中强化双边贸易关系 也希望中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中国也在创新一些新的产品 要让美中经贸关系继续建设性发展 尊重知识产权至关重要 艾约特参议员同时也是联邦参议知识委会的成员 对于有一些议员指控 中国制造的仿冒零件流入了美国的军火工业 艾约特参议员说 这是非法行为 中国必须立刻停止 今年10月 美国国会参议员通过货币汇率监督改革立法草案 一些议员指控中国操控人民币的币值 主张对中国采取惩罚性的措施 上述议案在众议院的前景 来自华尔明州的联邦众议员新西亚拉米斯 是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的共和党人 他告诉美国之音 我相信中国在某些程度上操控人民币币值 不过目前是展开贸易战的最坏时机 因为美国的经济太不稳定 我希望中国政府处理货币操纵问题 也希望美国政府处理超支问题 美中都有自己的问题 应该自行独立处理 并且继续双方的经贸往来 中国持有最多美国国债 拉米斯中原告诉美国之音 这对两国都不好 因为美国更加依赖中国 而中国也未能把投资多元化 他呼吁美国政府有效控制预算支出 而中国为了降低投资风险 也应该让投资多样化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 张松林任玉阳的采访报道